评说评论,评说西州 我们接着讲朱宣王 朱宣王在位期间 西州的大势是在下跌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朱宣王刚取得了一些成绩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他的表现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不及千亩 廖民 他的另外一个过失 就是他开始坏规矩了 前面我们说了 天子分封诸侯 诸侯要到周天子那里去朝拜 按时进贡当地的土特产 孝敬周天子 诸侯立太子 分封下属一些土地 都要向周天子汇报 得到周天子的批准以后 才算合法 否则周天子不承认 那是不算数的 鲁国的鲁武功在位的第九年 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到浩清 去朝拜周天子 他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姬阔 包阔的阔 小儿子叫姬戏 演戏的戏 戏剧的戏 周宣王比较喜欢 这个小儿子姬戏 就叫鲁武功 立小儿子姬戏为太子 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嫡长子继承制 是周朝的基本制度 国君首先要立嫡子 嫡子中要立长子 国君无论有几个儿子 只有嫡长子 才有资格立为太子 嫡长子就是大宗 有继承权 其他数子就是小宗 没有继承权 只能得到一块封地 或者在嫡子的朝廷里做官 因此按照礼法 姬阔是长子 应当立他 但是周宣王喜欢姬戏 凭他个人的好恶 就要鲁武功 立姬戏为鲁国的太子 这是严重违背 礼法的行为 这不单单是 让谁做将来的国君的问题 而是对制度的破坏 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以后的动乱杀戮 买下祸根 所以立即有大臣 劝见周宣王 说您这样不行 你这是非常利诱 叫大儿子去服从小儿子 不合理法 不合理法以后 就必然会有 违反王命的事情出现 一定会引起杀戮 更重要的是 你让鲁国的国君怎么办 他听从了您的命令 就违背了礼法 那其他的诸侯 也会跟着方向 以后 王命就难以观察下去了 如果鲁国国君 不听您的命令 那鲁国国君 就违反了王命 您必定要惩罚他 这样 您其实呢 就是在惩罚您自己 您惩罚他也是错误 因为他没有违背理智 他是按照周理去做的 不惩罚他也是错误 因为他违背了王的命令 这是把自己往坑里推 所以请您三思 郑重考虑 宣王就是宣王 很任性 不听 执意要立 集系为鲁国公的太子 鲁国公左右为难 历长的礼法是 天子制定的 叫祖伙们遵守 如果不遵守 天子就要讨伐 但是现在 周宣王自己 做出了违反礼法的事情 按照周宣王的意志做 费长利诱 利小儿子 社会就会不安定 但是不利呢 又会遭到 周宣王的惩罚 他会怎么选择呢 哎 宪官不如宪管 制度不如命令 最后 他当然 选择了 遵从周宣王的意志 立了机系 鲁公不久去世 小儿子姬系 就被立为国君 史称 鲁义公 霍乱就这样产生了 敌长子积阔 不知道能不能咽下这口气 但是他的儿子是不能的 本来他们是 趾高强的敌长子 这国君本来是他爸爸的 接下来就是他的 现在被宣王这么一搞 他们这一门的命运 就彻底改变了 成了低声下气的臣子 大宗变成了小宗 哪能咽下这口气啊 不仅他咽不下这口气 竹虎们也都长着眼睛 鲁国的国人 也为很多人同情积阔 结果 在 鲁义公积系掌权的第九年 他哥哥的儿子 伯玉 与鲁人一起 聚众 并杀了鲁义公 积阔的 长子姬玉 做国君 周先王听到这个消息 大怒 不承认 伯玉这个国君 并且在伯玉 继位的第十一年 带兵前去讨伐鲁国 把伯玉给杀了 立鲁义公的弟弟姬称 作为国君 视为鲁孝骨 周先王自己带头 破坏旅法 制造了鲁国的一场 长达二十年的 混乱和灾难 给诸侯国造成的灾难 周先王自己不恼心 但周先王也有自己恼心的事 就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个铜窑 这个铜窑呢 史记有记载 东周列国志里边更做了形象的描述 说周先王从太原清点人口准备回耗京的时候 在路边听到小孩唱童谣 说月将生 日将末 桑公几代 几亡周国 月将生日将末 桑公几代 亡国祸害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月代表女性 日 太阳 代表男性 月将生 日将末 这预示着将来有女子乱政 而且这个女人呢 与桑公几代有关 那这是什么关系呢 你需要自己破解 这就是民间童谣的巧妙和狡猾之处 也可能他是卖桑公几代的 也可能他是坐桑公几代的 总之你可以做多同届事 于是周先王下令全国进宫室 命令上大夫杜博都管此事 同时下令下大夫左辱沿街巡视 不准卖山仓宫和极草剑袋 为令者一律出展 有了王令 浩京城中无人不遵守 但是城外的乡民 却不知道城里发生的事 有个村妇抱着几个极草编织的剑袋 和她的丈夫一起到城里做买卖 丈夫背着十来把三商木工 两口子就进城了 但是还没有进城 就被四十关撞见了 抱木几代的村妇束手就擒 后面的丈夫见识不妙 扔一下三商公就跑了 四十关把抓到的村夫告知了所辱 所辱以为此事正应对童谣 三公几代和妇人都有了 那个男的也就无所谓了 最终的结果是妇人被斩首 三公几代被焚烧 然后报告宣王 宣王听了以后很高兴 以为童谣已硬 无事大忌了 但是周宣王四十三年 大忌 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美貌的女依子 从西方来 入太庙 携太庙神主东去 宣王吃惊 知道这个岑宇未消 就杀了都管此事的杜伯 杜伯的老朋友左辱急忙上前劝主 左宣王愤怒的斥责说 在你眼中只有朋友没有国君 这是什么道理 左辱回答说 国君有礼 臣就顺从国君 朋友有礼 臣就支持朋友 现在杜伯并没有罪 不该问斩 所以臣劝见大王 不要杀杜伯 否则会冤枉好人 周宣王非常恼怒 说我偏要杀 你又能怎么样 左辱说 臣愿意陪杜伯同死 周宣王一听 好 我陪死的 我偏偏不让你死 看你能怎么办 所以周宣王下令 把杜伯给斩了 自卓辱呢 又羞又弃 回到府宰以后 就自门而死 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周宣王 有个宠妃叫女鸠 他看上了英俊的杜伯 就想方设法的去引诱他 杜伯拒绝了 宣王这个宠妃的引诱 结果这个宠妃恼羞成怒 就在宣王面前 诬告杜伯 欺辱他 周宣王听了宠妃的话 就把杜伯给处死 这两种说法的 散见于国语周语上 莫子名诡下 太平广记 报应十八 和论横死尾片种 总之 杜伯是含冤而死 也有说杜伯临死前 说了一句话 说五军杀我而不顾 若以死者为无知 则知已 若死而有知 不出三年 必是我军知之 结果 到了三年 周宣王与诸侯在野外狩猎 田车数百升 跟从周宣王打猎的有数千人 满天遍野都是 到了中午 杜伯乘白车速马 穿着红色的衣服 戴着红色的帽子 织着红色的弓箭 把周宣王射死在车上 也有说周宣王当时没有死 回到宫中 病情加重 闭眼就看见杜伯和左乳 周宣王知道自己不能长久 不肯吃药 安排吼事 最终丧命 对于这些说法 比较合理的解释或推测 是周宣王无辜杀害杜伯 杜伯死的冤 日后 或许宣王有所感觉 而他年事已高 可能得了重病 因为害怕而自觉心跳 寝食难安 或者有心脏病高血压之类的病患 出现幻觉 以为看到了杜伯 在游猎中发作 忽然大叫 在车上昏迷过去 然后一直无效死去 而上面的解释 也是人们对于杜伯寒运而死 感到可惜 对宣王的滥杀无辜 感到不满 而产生的一种说法罢了 周宣王在位46年南征北战 一度是周王朝复兴 史称宣王中心 但这也消耗了大量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 使国家疲弊 同时 宣王在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以后 变得骄傲和固执起来 失去了早年的历经图治 从政州史的雄心 忘了当年与大臣们共议国阵的承诺 开始任性了 穷兵不武 多次干扰 辱国国事 招致诸侯不满 尤其是到了晚年 滥杀无辜 网杀忠良 终于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极化 所谓的宣王中心 只不过是 西中灭亡之时的辉煌返藏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